距离女排欧联杯决赛的时间越来越近 朱婷和姚迪所在的斯坎迪奇已经顺利抵达罗马尼亚 欧联杯决赛斯坎迪奇vs阿尔巴布拉日 赛制是先克后主 首回合将会在周三晚上12点进行 斯坎迪奇抵达罗马尼亚之后 立刻就开始紧张地训练和备战 球队努力了一个赛季 如今距离夺冠只有二场比赛 只要顶住压力 就有望捧起冠军奖杯 斯坎迪奇进行抵达罗马尼亚之后的手讯 可以看到朱婷在角落里认真拉伸 对于朱婷来说 再度出战欧战的决赛 是非常熟悉的感觉 他此前曾在土耳其的瓦基夫银行 征战过欧冠的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2017 2018赛季欧冠决赛中 朱婷率领瓦基夫银行击败阿尔巴布拉日 夺得欧冠冠军 如今朱婷与阿尔巴布拉日 在欧联杯决赛相遇 自然是希望可以再度击败对手 阿尔巴布拉日实力还是很强的 作为罗马尼亚联赛 杯赛及超级杯赛的三冠王球队 他们本赛季征战欧冠 没有打进八强之后来到欧联杯 八进四比赛中 淘汰波兰的罗兹建设 半决赛中淘汰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队伍 特尔哥维什泰 队内的米伦科维奇 科西奇 米尔科维奇 球迷们都很熟悉 都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球员 还有迪米特洛瓦等一众实力汉将 所以对于朱婷和姚迪所在的斯坎迪奇来说 想要击败对手夺得冠军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斯坎迪奇对内有朱婷 华盛顿等世界级的球星 在整体实力对比上并不处于下风 女排欧联杯决赛的首回合时间是4月5日周三晚12点开球 决赛第二回合将会在北京时间4月13日凌晨2点30分开球 期待朱婷和姚迪的表现 争取率领斯坎迪奇拿下冠军奖杯 意大利女排联赛常规赛只剩下一场比赛 目前朱婷所在的斯坎迪奇女排 基本上锁定了常规赛第二名 这相对于上个赛季 在成绩上还是有很大的提升 原因之一就是朱婷的加盟 从做完手术到回到赛场 朱婷用能力证明了什么才是顶级主攻 而且她堪称球队的老母 即便是轮休也有可能被临时安排上场 众所周知 朱婷由于突出表现 去年12月份被评为档月最有价值球员 而时隔3月 朱婷再一次被提名 获得3月份的档月最佳球员提名的 一共有4位球员入选 分别是科内利亚诺的沃洛兹 米兰的斯蒂夏克 皮内罗洛的阿德利纳 以及斯坎迪奇的朱婷 值得一提的是 这4个人全部都是外援 尤其是朱婷 真的是实至名归 当时她带领球队取得了很长的连胜 直到被科内利亚诺终结连胜 其实一甲的单场 MVP评选每次还是比较随意 而阅度MVP的影响力明显要更大一些 在4月份的第一场比赛 朱婷对阵贝加莫女排的时候 不仅率队复仇成功 更是打破了一项记录 她在第三局连得10分 而且是开局的10分 放眼整个世界排弹 即便是得分能力很强的 博斯科维奇以及埃格努 他们也没有做到 所以说朱婷依然是巨星 现在我们比较期待的是 回到国家队以后 他能够给球队带来的变化 现在埃格努不打国家联赛 博斯科维奇总决赛的时候才上场 朱婷体能是软肋 什么时候回归并未确定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